所以 一个越跟神亲近的人,是越看重道德,越看重品格,而且看重这些过于世上的财富,过于世上的享乐,对不对? 罗希做到了 保罗也做到了,保罗说 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看万事都如同什么? 粪土 万事万物对我都是所害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真正的道德规范,就是要晓得我的所作所为,神将来都要审问你父母亲怎么管孩子,你做孩子的,你怎么样为你自己的行为,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将来上帝都要审判你, 有一个姐妹,她告诉我,她的小孩呀,她的女人,八岁就在想说,人为什么会死啊,这个孩子,请问是健康还是正常,还是变态,还是病态? 是正常,是最了不起的,一个八岁的小女孩会想说,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死?哇,我好佩服,好敬爱她,对不对? 可是我们今天好多好多,目前打工上班的大哥大姐呀,你在想什么? 因为透过你的权柄,透过你的机会,引导你的孩子,在今生为你争做准备,在今生的所作所为,能够在审判主的面前,坦然无惧,站立得住 第三个C,就是如何利得呢?感谢主,摩西给我们留了一个最美好的榜样 摩西呢,他能够面对,常常对他攻击,对他埋怨的以色列百姓,多次多方的,摩西求神赦免饶恕他们 摩西,竟然有一次,连神都发疯了,神都摩西想说,摩西,我要把这些悖逆的,完整的,以色列人通通杀掉 如果,换作一般的摩西会怎么样?感谢上帝啊,你终于说出我心里面所要的,这些个个都该死啊 太不像话了,太不从体统了 摩西在那个时刻呢,竟然说什么?大家看一下《出埃及记》第32章 摩西竟然,愿意为这群背叛的,埋怨的,以色列人,牺牲自己 因为摩西知道,他舍掉我现在的生命,如果能够成全打我,我呢,死还会复活 所以他就能够怎么样?置之,生死于度外 所以,在《出埃及》第32章,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故事实在太精彩了 这是摩西立德的一个最大的榜样 弟兄姐妹们,你在你的儿女面前有没有立德 立德 生教,严教,严教,生教 你需要有一个道德的榜样给你的孩子 在孩子面前 别人打电话来 你不要跟孩子讲说,告诉他妈妈不在家 我们中国人就是讲这句话的 习以为常 对不对 孩子从小就发现,我的人心一直被妈妈贿赂 妈妈明明在家,一直教我说妈妈不在家 你说这样的孩子将来 神要审问,孩子也要审问你 所以《出埃及记》第32章,大家说 来看啊,这故事何等何等的精彩 32章告诉我们,因为 因为以色列人造了一个金牛族来当作耶和华省 我们华尔街大楼门口有一个什么 金牛还铜牛啊? 铜牛啊 当年他们是造金牛 然后说,这只金牛啊 就是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的金牛 如此可恶啊 你看 耶和华想变成什么? 变成牛 你想想看 真是亵渎啊 结果呢 32章 32第7节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下去吧 因为你的百姓 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已经败坏了 他们快快偏移了我所吩咐的道 我自己 出了一只牛鲁 向他下拜献祭 说 以色列啊 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看这百姓 真是映着景象的百姓 你且由着我 我要向他们发烈怒 将他们灭绝 使你的后裔成为大伯 哇 如果 摩西 心中没有尺寸 心中没有真理 心中没有上帝的话呢 摩西听到上帝主师讲说 我要把他们全部杀掉 我要你的子孙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开不开心啊 谢天谢地 感谢万岁万岁万万岁 可是摩西说什么 摩西替这一般背叛的埋怨的百姓 求起那上帝啊 我宁愿死 求你救他们 这叫什么 舍生取义 因为一个有道德有伦理的人 还要的不是自己的苟言残喘的 管干生命 还要的是公义是正义是大义 所以摩西在三十二章的大家看三十二节 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三十二节说什么呢 他说 躺惑上帝啊 躺惑你肯赦免 他们的罪 摩西有一个修纸符哦 修纸符是最精彩的 王老师最懂修纸符 是交响乐章 齐首曲子和尚曲里面最重要的 结果呢 摩西说什么 不然 求你 从你所写的册上 涂抹我的命 延下指引是摩西 愿意替他们 愿意替他们 舍掉自己的生命 希望他所流的血 他所摆上的命 能够感动这一般刚硬的百姓啊 的确教会复兴的种子 都是殉道者的血 当年英美欧美的宣教士到中国 来介绍耶稣的时候 那我们中国的那些祖宗们 对这些宣教士如何 肯定是非常无情的残酷的 这个谩骂呀 责备打呀 你这什么耶稣教啊 这个这个什么什么 对这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但是呢 他们一个一个的乐意 为中国流血 为中国死 所以这些血呢 就成为 中国教会复兴的种子 所以从马里逊到如今 基督的真理 进入中国 才短短的两百年 多一点点 中国基督徒 大家知道已经有多少了吗 从亚马逊一个人开始到现在已经多少了 真的上帝的基督徒啊 这是何等何等的恩典啊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摩西那个时候 他就有一颗上十字架的心 愿意自己死 感动这般百姓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摩西如何 力得 在民数记的第十二章 告诉我们 摩西的大姐 但是摩西只有一个姐姐 叫米利安 那摩西的大哥叫亚伦 亚伦比摩西大三岁 米利安 姐姐可能比摩西大五岁以上 有人说大到十五岁 我们不晓得 呃 因为摩西跟姐姐哥哥分开四十年没有见面 那亚伦跟米利安可能在这群爱情人当中 在这群西伯来人的这个社群当中呢 也脱颖而出 结果呢 上帝把摩西一调回来 成为空降的总司令 那姐姐哥哥心中会如何 就嫉妒就不服嘛 所以姐姐哥哥呢 就想找机会 想找茶来借题发挥 结果正好有一天呢 可能是 这个摩西的老婆 然后呢 就让这个姐姐哥哥有点不愉快 结果呢 米利安 就联合哥哥亚伦 就开始毁谤摩西说 你怎么娶一个黑人老婆呀 你怎么娶一个古诗女子啊 你在不合体统 我们祖宗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都是娶什么 都是娶自己本家本族的 不能娶外族人啊 所以呢 你是违背祖宗的条例啊 所以他们 米利安 跟亚伦 就把对地利的不满呢 全部发泄出来 然后一老卖老 然后呢 摩西如何回应 摩西已经有德了 他的根基 宅心 道德是非常的深厚的 摩西面对自己的亲姐姐 亲哥哥 如此不捧场 反而怎样 反而来攻击他 责备他 摩西竟然 静默无言 就像耶稣在 解毛的人 手下 默默无声 被打 不还手 被骂 不还口 结果 上帝竟然替摩西说话 你知道吗 大家想知道上帝怎么替摩西说话吗 明书记12章 我们来看一下 很宝贝很宝贝 所以摩西真正已经立得了 的确有道德 有品性 有情操 而且是属于真理良善美好的 属于神的 所以明书记12章说什么呢 我们来看吧 你看啊 12章第一节 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 米利安和亚伦因她所娶的古时女子 就毁谤她 说 难道 耶和华 该与摩西说话 不也与我们说话吗 这话 耶和华听见了 摩西为人 极其谦和 胜过 世上的众人 第六节 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什么 你们且听我的话 你们中间若有先知 我耶和华 必在异象中 向他显现 在梦中 与他说话 我的仆人 上帝耶和华把摩西当成谁 我的仆人 因为摩西的确把耶和华当成主人 所以上帝说 我的仆人摩西 不是这样 所以他替他什么 伸冤 替他辩护 上帝说什么 摩西是在我全家尽忠的 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 而且是明说 所以因着神与摩西说话 因着摩西与神倾心 土意 他们的关系亲密 所以摩西的生命 就能够彰显流露出这种 被攻击 被毁谤 依然能够怎么样 处之泰然 这是何等何等的道德 何等的胸怀啊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摩西是一个 的确必得 有榜样的人 第三个 我们来看西伯来书第十一章 一个更好的一个提醒 西伯来书第十一章 我们就晓得摩西是有岳父的 而且摩西的岳父呢 也是个大官 是米殿的祭司 虽然他生了七个女儿 没有生儿子 但是摩西的岳父呢 是雄才大略 对不对 当摩西遇到领导的问题的时候呢 摩西岳父跟摩西建议说 你可以选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 所以摩西岳父有没有头脑 很有头脑 所以摩西呢 很可以联合米殿 米殿是个大军队啊 米殿的军队 像蝗虫一样那么多的 然后呢 摩西也可以联合一些其他的国家 共同推翻埃及 有没有可能 因为当时在埃及的西伯来人 能打仗的就有六十万人 诶 这样的军队算不算少 那埃及当时有八百万人口 所以如果好好领导这六十万人 然后加上米殿的军队 加上一些其他国军队的话呢 摩西几乎可以 登高一呼 就把埃及给推翻掉 有没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所以我们来看西伯来书第十一章 摩西不是要去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 摩西看中的是神的计划 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而不是自己想做的 我们今天我学习服侍神 蛮长一段时间的 我常常在思想 到底我所做的 是自己想做的 还是神要我做的 我一直在思想的问题 我很怕我所做的 是我自己要做的 而不是神要做的 摩西也在想这些 按照摩西的人性 按照他自己的这个领导统域 这个各种的才能 他可以建立一个军队之后呢 推翻埃及 建立摩西王朝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是摩西不是考虑这些 他考虑什么 他考虑的是 上帝很清楚的说 埃及是什么地 是寄居之地 埃及虽然有尼罗河 但是埃及再好 我们也不可以留在埃及 这是预表 世界再好 你也不可以留在世界 你一定要出埃及 一定要离开世界 这是上帝的命令 上帝为你预备的 乃是迦南美帝 上帝为你预备的 乃是在神国基督里的埃及 弟兄姐妹们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什么 何等宝贵的一段话 为什么呢 列出了这么多个伟大的信心的英雄 十一章二十二节 约瑟因着信 临终的时候 提到以色列族 将来要出埃及 并为自己的害骨留下一命 吩咐他的子孙后代 要把我的害骨 搬去哪里 搬去江南 不能留在埃及 约瑟当年 约瑟当年如果有私欲的话呢 约瑟也可以把握当时的机会 运筹帷幄 然后呢 推翻当时约瑟的 那个法老王可不可以 约瑟可以自己 封自己做什么 做王 对不对 然后发号指令 一统天下 而且呢 是替天行道 但是这样 又没又好 可是约瑟没有这样做 为什么呢 因为约瑟知道 他们的命令在哪里 要完成神的旨意 不是完成我的梦想 神的计划是什么 神的计划叫我们要出埃及 我们不能留在埃及 我们要出埃及 去哪里 去江南 所以约瑟呢 他留下一命说 我的害物要进迦南 虽然我目前进不了迦南 我们的子子孙孙 总有一天要进哪里 要进迦南 弟兄姐妹们 不要忘记 当初这群人都是生在埃及的人 埃及应该算他们的老家了 可是 因为他们 真正知道 亚伯拉罕以撒 雅各的上帝 是真上帝 是真的上帝 而且真的爱他们的上帝 所以他们就因着信 这位上帝 约瑟呢 他要出埃及 摩西呢 要出埃及 弟兄姐妹们 人的一生 到底是完成实现 你个人的梦想 还是要完成实现上帝的梦想 上帝有梦啊 你知道吗 上帝有什么梦 你知道吗 求主帮助我们 人是为上帝而创造的 人也是为永恒而活的 神在你的生命有计划 希望你的今生能够决定永生 弟兄姐妹们 我们从今天实在要好好自己思想 要跟儿女好好商谈 有哪些事需要停止说 停止做 有哪些事需要立马遵行 所以你的方向要改了 到底是顺从世界的潮流 敢时尚 时髦 如果享受最终之路呢 还是 你宁愿与神的百姓 一同受苦受难受凌路 然后呢 你要 听神的话 你要 完成神的命定 最后呢 在永恒当中 与神同在 讨神欢喜 成为神家的孝子 不要成为埃及的王子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 实在相信 世界一切 都要过去 无论是眼目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都要过去 只有 你的道是永存的 只有遵行神话语的 才能够与神同在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彻底的翻转改变 让我们能够像摩西一样 成为一个有主的人 因为有主 我们心中就有真理 因为有主 我们心中就有道德 求主帮助我们 是像耶稣一样 为真理而活 如此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